中国大运河究竟有哪些河段 如何推动历史进程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 中国大运河第一集 大地史诗 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 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 亚洲大陆东部的天然大河 都被它联络贯穿 支流多到无法计算 这是中国人用了2500年时间 与自然共同完成的壮丽习惯 金航运河只是人们最熟悉的那部分 中国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 浙东运河在内的数千公里广阔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可以看到无数智慧 勇气 决心 还有温情 今天超过三亿中国人生活在大河两岸 在漫长的时光里 这条河流支撑生活 激发灵感 启迪心智 并指引未来 这就是中国人和一条伟大河流间 共同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在中原 转折在烟罩 终点是江南 古往今来 这部书写在大地上的史诗故事 已经被讲述了许多遍 此刻 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条河流的时候 发现 故事的迷人之处 就在于 故事 还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春天 在琼华的故乡扬州 2013年春天 故事里无意间发现了两处墓葬 其中一处包括墓室 耳室和永道 这样的墓室 在有经验的考古人员眼里 只能算是中小规模的古代墓室 但同时出土的墓制石碑 却爆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在这个荒落寒酸的墓室里 掩埋的正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初缔造者 隋阳帝杨广 2013年11月16日 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 确认了这个坚固之谜 30年沿着运河跑码头演出 朱建平常用的开场段 就是那个运河工程起源的传说 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 一千多年的传说 在这个广泛流传的版本里 下令开挖一条浩瀚大河的动机 竟然是为了扬州的穷花和美女 事实当然不可能是这样 人们更愿意相信 他是一位伟大的皇帝 作为古老的民间演绎 不断叠加的岁月 让他的形象愈发神秘 回望历史风云 有些帝王的功绩 仅仅属于一个王朝 而有的则属于一个民族的千秋万代 隋扬帝洋广开创了科举制度 之后的一千多年 这一直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准则 隋扬帝开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工水道工程 中国人也由此开始了 跨越千年的宏大工程 这是一个帝王的魄力与眼界 山东景宁森达梅港 即使已经是三月底 这里的一早一晚温度 有时候还会在雲度上下 上过机游起了锚 马达声一响 刘元松的这趟船运的国际 就算开始了 刘元松的船是平底拖船 总共八条 首尾用这种钢筋部件相连 保证船和船之间不会碰撞 我们自己大地 都经常给大家美装的交参到长洲的 我们这船别的地方也可以去 像浙江 安徽了都可以去 其他的地方 小地方 面对京都 还有大多数学地方很多 像浙江 秦桑京那边 还有宁波 像三级船都可以到 刘元松从小就在运河上长大 祖辈都是跑船的 从木船 水泥船 到现在的铁泊船 对刘元松而言 运河不只是一条线 还是一张网 在这张庞大的水网里 他的船队可以从山东紧营 到达浙江 宁波数百个城市 乡村的任何一个港口 在今天的运河上 像刘元松这样的跑船人 还有很多 运河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今天的中国东部 已是世界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 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但显为人知的是 即便像苏州这样现代化的城市 仍然有一半的货运量 是通过运河水网完成的 每天有超过六千艘船只 从苏州城边的大运河通过 这个古老的工程 仍然维系着现代都市的运转 而且不可或缺 李鸿辉1998年大学毕业后 就一直从事运河书郡工作 迄今为止 他工作的范围 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1500年前 慈阳帝开凿的那条运河线路 2014年3月 这条从江苏徐州到山东的湖西航道 已经基本疏通完成 施工队正在抓紧代替渡靠的桥梁工机 我们是从2011年 这个11月23号开始 呈现我们这27公里 都是按照二级航道表达 在今天的技术支持下 仅疏通这27公里 李鸿辉的团队就需要三年多的时间 而在1500年前 古人建造它的时间 施工周期不过四年 公元六世纪末 隋阳帝着手开始一项 过去从未有人做过的超级工程 隋阳帝先后动员 争掉了500多万民工 开赴运河工地 多年以后 人们称这条运河为隋唐大运河 虽然工程持续了20多年 但如果除去停歇的时间 而把真正的施工时间连终起来 仅有四年 这条运河全长超过2700公里 就算用今天的施工手段 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建成 也非常困难 隋阳帝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需要逐断了解隋唐运河工程 隋唐运河大铁上分五段 广通渠 通济渠 寒沟 永济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584年从大京城东到同关开广通渠 公元587年沿用春秋五国开造的寒沟开山羊渡 公元605年又开寒沟 同年利用战国的洪沟 汉代的汴渠开通渠渠 公元608年利用曹操开凿的白沟开永济渠 公元610年沿用吴国在江南开凿的五条运河 既开江南运河 加上沿途利用的自然河道 至此全长2700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竣工 实际上当隋唐运河第一次全线贯通时 中国人开凿运河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0年 在中国历史上 运河的最初起点是2500年前春秋时代吴国开造的寒沟 从此 那些用简陋工具挖掘出的大大小小的运河 就像无数文明的碎片也永远改变了这片土地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运河的存在 隋阳帝才得以用最短时间建成隋唐大运河 这样一个古代超级工程 这条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北达卓郡 南志渔航 连接起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圈 这正是帝国的使命所在 这个隋唐大运河的挖掘现场令人惊讶 桥墩 桥身 甚至连车车都清晰可见 但唯一无迹可寻的却是运河本身 据考古学家推测 它的河床至少都在十几二十米的地下 南宿末年因部分河道预测不通 运转了五百多年的隋唐运河逐步荒废 中国大运河需要新的开拓者 他们来自草原 公元十三世纪 当大地忽必烈率领他蒙古铁席 把都城确定在北京的时候 隋唐运河曾经显示出的运输效率 让他无比惊讶 草原民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也同样惊人 庞大的原帝国必须要有一条运河 而且它必须更方便 更快捷 由此 中国人的运河工程再度启动 横贯中国东部 原帝国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 不再转向洛阳西安 而是将北京与杭州间的水路通道 尽量拉成直线 公元1281年 开冀州河打通山东锦宁到东平 公元1289年 开惠通河 打通山东枣庄到林青 公元1292年 开通惠河 打通北京昌平到通州 加上同样利用的自然河道 以及隋唐运河的大量遗产 一条新的路线 应运而生 这就是 京杭大运河 今天人们一提起大运河 指的就是这条 由忽必烈开造的运河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 从杭州直达北京 比隋唐大运河 要少走900多公里 假若探寻挖掘运河的直接动机 那么纵观历史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开凿的初衷 几乎都是一致的 运河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 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这些用肉液包裹着的 散发着清香的米肉 这些热气腾腾的 由稻米蒸熟了的米糕 这一颗颗沾着田野露水的米粒 在封闭的空间里被发酵 变成了另一种香气弥漫的美味 这就是历代帝王最为判重的东西 江南的稻米 江南是水稻的发源地 这里的水稻种植历史已经超过六千年 今天人们用稻米创造着美食的艺术与市场 而在古代 一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储慧 将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生死村王 而对于民间来说 运河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流通 曹河之上商传密集 南方出产的丝绸 茶叶 竹 木 锡 陶瓷等物资 源源流入北方 北方的松木 皮货 煤炭等 已纷纷越往南方 南北贸易盛极一时 流通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选择 渐渐的 在聚散与流通之间 带来的是财富的积累 从最早的寒河开始到隋唐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 两千多年运河的聚散流通 共同塑造了一座座繁华城市 其中的一座是扬州 财富 是这个城市的关键词 武亭桥 今日扬州的标志 从空中俯视这座桥 如同浮在寿溪湖上的五朵莲花一般 人们更愿意相信 它寓意着运河带来的五股丰登 在扬州财富快速聚集的三四百年间 一种特殊的商品 通过流动的运河 让这种城市登峰造极 这就是盐 今年五十岁的陶毅 他的祖先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特殊商品交易的商人 因为我们家呢 这个外政祖父他们家里面呢 实在都是做官和做盐商的 有了运河你才有经济的发展 你如果你盐 你官生产盐没有运河 你怎么把盐运出去 我们把盐运出去 回来要压仓 就带来的就是瓷器 带来的就是木头 那么扬州这些盐商过去都很富有的 你想想看 他们要吃鸡蛋 都是用汤 用珍珠粉 用人参 祸起来 然后吃了那个鸡 鸡做饲料 因为做了盐商 有了钱 因为你才有在文化上面 整个文化都是以盐和运河围绕着 这个麦系来做这些事情的 运河上的南来北往 滋养了扬州城的富足豪舍 扬州人也从这条流动的运河上 开始的梦想照进现实的追求 扬州人喜欢清新雅致 于是就在靠近运河的地方 见起玲珑剔透的园林 扬州人喜欢灯红酒绿 于是就有了云集南疆北调 清歌漫舞的大小戏院 扬州人喜欢山珍海味 于是融合各地食材与烤味的淮扬菜 应运而生 扬州人喜欢休闲享受 于是运河边的街市就出现了一家家 洗满人头的茶馆和澡堂 曾经 这座城市在扬州人财富疯狂膨胀的过程中 形成了特有的市民文化和消费市场 今天 这座财富之城仍旧充满活力 新修复的东关古渡旁 两千多年的运河还在流淌 在这座城市古老的符号背后 是现代城市映照下的流光溢彩 跑船是个凭经验吃饭的航道 二十年时间 陈良伟从水手成为船长 大多数时候 他的船在宁国与嘉兴的海港间往返 陈良伟现在驶入的是宁波镇海港 这座档口曾是中国大运河唯一的出海口 从这里往陆地延伸的水路 就是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 浙东运河 相比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 浙东运河的知名度尽管不高 但历史同样悠久 甚至可以上速到春秋时期 浙东多山多石材 浙东运河为石材的开采与运输提供的可能 绍兽的东湖就是千百年来 先民们披山采石留下的能工湖泊 运出去的石料铺旧道路 垫起房积 继承宫殿 而剩下来的造成今天的美景 对于中国 浙东运河最大的意义还在于 它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铭波 使得海上丝路与路上丝路 终于圆满对接 一个更加宏伟壮阔的运输网络 得以形成 几天后 陈良伟拜过妈祖 再度上祸启程 在河与海之间 中国人正在将应对河水的智慧 应用到海上航行之中 15世纪以后 一再延伸拓宽的大运河 开始带来结构性改变 一座全球最辉煌的宫殿 在运河的北端出现 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由此基本固定 这条运河成为当时 中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线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始终关乎国家侵略 被形容为国之另外 在大运河流经的地方 培育一个个富足的城市 创造了中国古代 经济发展史的神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运河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来源 此时 整个世界也在因为运河而重构 因为室内运河纵横交错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重要的港口和贸易都市 17世纪 这里一度成为世界金融 贸易和文化中心 德国现代化工业区卢尔 因为有了四条人工运河 将74个河港与莱茵河连成一体 7000吨海轮 由此可以直达北海 1825年 美国开通伊利运河 五大湖的水运 得益于纽约港运通 当时比费城和波士顿 想得多的纽约 迅速发展成为 全国最大的港口和都市 伊利运河的通航 开启了纽约的曼哈顿时代 而恶守世界脉搏的 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它们的开通和争夺 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毫无疑问 世界运河发展史 为人们呈现出这样一幅清晰的景象 无论中外 运河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引擎 有人以此为通道 也有人视它为纽带 甚至期待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运河不仅与国家发展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甚至深刻浸润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首几乎和运河同龄的古琴曲 流水 马维恒 已经谈了三十年 他同时也是酌琴诗 像这个琴的材料呢 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因为过去没有大的交通工具 都是靠把这个木头砸成木筏 在江水里面飘动 通过运河把它运到我们扬州来 这个水有点点滴滴的 平静的 有这个到秋天以后 水味大的 也有极浪奔腾的感觉 这一个情绪也是千锤百里 这一个情绪不谈到一千遍 这个也谈不出味道出来 1977年 这首在水面上漂流了 两千多年的琴曲 被送上了太空 凭借着人类对于水的理解 与诗意的表达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探索者 奔向浩渺星空 寻找天外临水而居的生命 每天上午 费果锦医生都会按时走进他的诊所 他是中医世家 在中国 人们相信阴阳五行 天人合一的整体理论 以疏通经络为主的针灸疗法 非常盛行 其实针灸呢 就是我们感觉的是经络 经络就像河流一样 里面的血液啊 里面的体液在流通 如果流通那是正常的 流通的只要不忏 就会生病 就像我们运河是一个大的河流 如果运河不通忏 其他这小的河流也不通忏 不通忏交通就阻止了 通与色 是中医对人体的理解 他们将血脉视为人体上的一条条河流 中医说 通则不通 而在帝王的视野里 运河畅通则意味着国富民强 运用中医针灸疏通 这些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智慧 与当年鲜民致力河流的智慧 一脉相承 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 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泉树 太极 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 为此痴迷的年轻人 这种从水的流动中领悟的污浪全数 可以令练习者在对抗中感受动静 强弱 阴阳 体会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 太极既是武学 更是哲学 上下要连贯 不能这样乱动 就跟水一样是一种整体的一种 一种 香柔并不记忆 不是像突然梦冲上来一样 跟水一样是在暗中的里面 对 秦义 医术 武学 都是中国人在水的流动中 所获得的智慧 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一条大运河 映照着多少情怀 几千年岁月长河川流不息 我们的仙民 用流动与变化的折思 指引生活 丰富内心 江苏 江苏摇湾至披州的运河段 船上的鱼鹰正在认真工作 生活在这里的渔夫 因为船上的鱼鹰每天能有一百多天的捕鱼量 使得渔夫和鱼鹰能在穿梭如枝的鸡桶船间缝隙里 让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 和绝大多数出现在景点的鱼鹰不同 这不是表演给游客看的 今天的运河下着一面镜子 漫长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并存 我们如何面对现实以及未来 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传承历史 与目前中国很多水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一样 运河的困境也无法避免 几天以后 这个由五条船五十只鱼鹰组成的团队 还将迁徙到下一个河段 虽然水质彻底恢复还需要时间 但可供余力的河段正在增多 相对于正在逐步复苏的自然环境 罗关周所关心的事情 则更为迫切 罗关周用了五十年时间 研究中国运河上的谷桥 他最担心的就是镜头下的谷桥 将来只存在于照片与档案里 正在逐渐消失的 还不仅仅是风格迥异的谷桥 伴随城镇化的进程 码头密集 老屋笔林 商铺连绵 身相交错的运河风光 也渐渐成为记忆 地方戏曲 民间传说 民俗风情等非物质遗产 也在悄悄消失 因为有了运河 河岸上的生活就有了千细 心灵才有了栖息的场所 浪漫与情怀才有依托 历史只走一遍 时间只会向前 在未来的岁月中 这条大河依旧充满变数 人类永远无法避免 留住过往和创造未来之间的矛盾 任何当下的取省和主张 都必须谨慎 幸运的是 面对大运河 中国人的行动从未停止 2014甲午马年正月 京杭运河的最北端 北京人正赶在发动前 享受着后海冰面上的快乐 京杭运河最南端 杭州人在湘西寺祈求来年 继续走运 这东运河最东端 宁波人的集装枪货轮 开始转往更多的内河港 隋唐运河最西端 洛阳人积攒了十三朝古都的文明 开启了新的城市繁华 由这四个端点连接的广阔大地上 春天已经启程 这条古老的运河深藏着中国巨大繁荣的神秘信息 埋藏着中国和世界文明高通的奇妙代码 他身上所印刻和折射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痕迹 他对其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以及蕴含在天地之间的生命的力量令人感动 人们也更愿意把运河设为中国人勤劳勇敢 智慧创造乐观向上的象征 面对未来中国要做的就是继续书写这首 继续书写在苍茫大地上的史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